本视频是由虾兵蟹将原创制作 这也决定了其能防住世界上绝大多数坦克和反坦克导弹的直接攻击 坦克顶部的装甲防护能力也达到了100毫米以上 这也使得99A坦克可以经受得住各种莫敏弹的直接攻击 但就在最近根据我国坦克工程师毛明老先生透露 我国今年刚刚测试定型的坦克装甲 在试验时 其抗穿甲破甲能力已经可以抵御穿甲深度达2000毫米的穿身炮弹的直接攻击 而坦克顶部装甲采用的是最新工艺设计 也使得坦克可以有效经受住现役所有反坦克导弹的灌顶攻击 这也意味着中国坦克的防护水平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但是一款好的坦克不能只看它的防护能力 再接受坦克也经受不住武装直升机 反坦克炮弹的连续攻击 完善的火空系统同样是决定坦克性能的重要指标 我国目前主战坦克的火空系统 可以独立完成自动搜索 自动跟踪 自动修正任务 是真正意义上的可体系化可网络化作战的火空系统 让坦克的命中率和机动性较遗忘坦克都有极大提升 99A坦克配备的坦克炮 配合其先进的火空系统 可以有效提升坦克的反武装直升机能力 根据毛明老先生所述 中国未来的坦克主炮将逐渐放弃使用现役的坦克口径 而转用更细的口径作为主炮炮管